啊 哎呦我的媽啊 哎呦我的媽啊我董事長 這個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現在7年級生 就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 有47%準備了10萬塊錢 他們就自行創業囉 但是 有82%在一年之內就回本 這是賣什麼啊 可是現在這種7年級生 他們覺得成功兩大因素 一 人脈廣 然後呢利用口碑來行銷 就是可能網路發達 那第二個呢就是行銷點子一定要很好 還有具有成效 對 那這個六七年級的時候 他們這樣子創業 到底跟我們那個時候 對不對 五六年級創業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有什麼絕招可以這樣 82%能在一年之內回本 而且很厲害喔 他們可以在 準備10萬塊錢就趕在創業 我們10萬塊錢拿到我們頂多對不對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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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錢 其他業務喝個酒就沒有 晚上的小費還不夠 什麼假的 我們很正面 好大 好正面 就是有個10萬塊我們可能會出國去看一看 欸 對不對 烤茶一下 不過在這邊我們請到這幾位的特別來賓 除了有有入圍的有得過獎的呢 其實他們在副業都做得很好 那首先是IVY IVY的餅乾店非常可愛非常好吃 那請問一下IVY當初為什麼一開始就會想要做餅乾呢 其實我是從小會做的 那你為什麼不跳鋼管就要那邊做 說一邊跳鋼管一邊烤餅乾嗎 你從小就做餅乾啊 嗯從小就是小時候是用烤餅乾募款 就是我們舞蹈隊我們要買新的用芭蕾舞衣服啊 對這在國外念書很多募款方式還洗車募款 洗車 我們也有做洗車 真的很多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不是你 你當初準備多少錢出來就是創業 呃我們各投了100以內的 哦那算滿多的 那看起來你年紀不小 超大的 不是到年紀了 那是烤餅乾的機器比較貴 對我們的器材 身材器 對還有店面 其實我們店面是算小的 也是小規模 很多事情 你烤箱那些很貴啊 對 我們其實才貴 可是我們也很快回本 所以 現在就已經回本了 開店了 我們放年就回本 哇塞 哇塞 可是我 那該嫁人了吧 那該嫁人了吧 再投資 對就是開店家 所以現在 又在緊張了 哦今天有帶餅乾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 因為很多人還沒有進去 來來來來來 給他們一次 我們可以開開來看吧 可以啊 哇塞 這是人美 賣木炭都可以算 沒有 那個是因為試吃 我們通常賣的這麼大 這是什麼啊 Browny 所以是那個口感 好香喔 來來來 濕潤一點 來來來 康哥 他這個好吃的程度啊 他這個好吃的程度 是因為我們拿會 放在那邊手要接那個穴對不對 他好吃的程度是你穴都 都好吃 不捨得丟掉 真的很甜 很好吃 而且真的是 重新 對 重新 研發出 那這個是 因為美國餅乾好甜 對 所以我就是把那個甜點 妳有甜 這樣一片多少錢 這樣如果單買比較貴 單買30塊 那 可是買一盒12片 就是比較划算 是喔 它是有點像甜甜圈的價位 對 因為都是很大 東北市的價位大概是30塊左右到 艾米妳越來越像生意人 有啊 因為我越來越老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這邊講一講馬上講 我講是單買比較貴喔 妳買一盒比較貴 行銷 那是手把行銷 OK妳創業到 宅配是更便宜 哎呦 創業到現在多久了 嗯 還有宅配喔 對現在全台灣可以宅配 一年 那現在有幾家店面 兩 一年半有兩個店面不錯厲害的人 對 可是壓力很大 那是一定的啊 我今天要好好的聽一些建議 嗯 好來謝謝 好 謝謝你給我 好開放了 小馬 小馬其實跟我算是在演藝圈做生意算蠻久的 耶 最近在搞那個 閃撞機 對 為什麼會想要做閃撞機 其實他的故事是 他的名字怎麼來的 呃 名字後來我們取的 他真的發生是在我當兵的時候 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有一次第一次會客 嗯 然後我媽忘了時間沒有來 嗯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樓上插皮鞋 其實你知道當兵的時候男孩子心情多 難過難過 難過到不行 眼看那個時間已經要過的時候 樓下安全事官上來幫我叫下去 原來是我同梯的有一個跟我還不太熟的新竹的朋友 他叫我下去跟他們家人一起吃飯 哇 然後他爸爸就拿 因為爸爸也是比較玩道 然後拿了一個就是整個這樣撥開來 就整個這樣拿過來這樣 好可憐 我就吃了 那吃的時候當然是非常好吃 可是那個感覺是更多一個溫暖在裡面 對 然後隔了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都保持很好的關係 差不多十八年過去了 他有一天突然打電話跟我說 他覺得他中年 面臨中年了 他真的想要創個行業 因為他們家不是做這個 他們家是做那個板豆 可是他爸爸會做這個 可是沒有拿這個當作主力商品 所以我就說 喔好啊 你來我家先 那那天我媽媽跟我大姐在看韓劇 然後我就說我就拿微波爐熱了 熱了之後我就放在桌上去 我就想說 在後面看我媽媽的反應 我就看我媽媽的反應 我媽媽就是看韓劇之後 一吃沾那個反應 一吃的時候講說 欸 你這器從哪裡買的 好好吃喔 我就說喔喔喔喔喔喔 媽媽媽OKOK 明天我就直接帶了現金撒擾台東去 直接跟他講我投資 媽媽說好吃 媽媽說好吃 姐姐說好吃 而且你知道韓劇耶 沒有人能夠控制他們韓劇的眼目的 他竟然可以回頭過眼目 好好吃喔 然後忘了那一段在演什麼 你看多可怕 然後我說喔這個東西要投資投資 然後我就說好投資 我們從去年11月我的資金入股 到現在差不多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在中間開始摸索 網路的行銷佈局 怎麼做品牌 那這樣子投入多少 前面才50萬 總共50萬 但是我們開始賺到錢之後 我們現在有第一家的旗艦店 在台中的精神商圈 這是要開發一些讓人家就是 意想不到的東西 對 人家一直以為 堂堂堂堂堂堂 就一定要去什麼路邊買啊 其實到時候如果說有機會 大家可以在媒體或包裝雜誌 看到我們的店 我們店是跟 藝術相關 因為我們裡面有承設一些 例如說蔡衛城大師的銅雕 就是說 有一些我在藝術界的一些朋友 他們有些畫作 我想要說 不要單純只是做生意 我在裡面完全沒有廣告喔 不做閃電機廣告 就是我國外到我國外世界旅遊的照相的相簿啦 我在裡面給你一個很好的氣氛等待那個雞 所以你吃的時候這什麼雞沒有沒有沒有 也不是啊也不是啊 你誤會了不是雞 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 他這個手油油的往這個紅角抹一下 老闆我抹了把它更亮耶 就說 當時我們的小老師說 哎呀盡量跟那個藝術來做一個感覺 就說欸 顛覆我們對於湯阿家傳統的概念 秀琴 秀琴開的店很厲害 一個是所謂的 呃 那另外一個就是烤肉 對 可是你那個 當時引進到花蓮去的那種方式 其實在花蓮是沒有看過的 沒有 因為我們 就是在台北 你看台北的燒肉店 就跟Seven一樣多 真的 多到一個你真的是 去吃每一間都覺得 欸 怎麼這間也很好吃 那間都很好吃 可是花蓮都是做觀光客 嗯 他們都是一兩百坪這個大 對 一樣也是吃到飽 然後東西都自己拿 其實這個食材就會浪費掉 真的 壽司你也亂加什麼的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就會考量成本 再來就是說你那麼大的店 那可是只有六日才有客人 嗯 你一到五這個也是要 你人事開銷都是成本 對 然後我就覺得欸 我吃到真的是唯一真的 可以說是 Hermes 哇 真的 對 然後我就 欸就覺得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很有創意 嗯 真的是百變 可以說它是百變 你一個烤 一個燒肉 你可以用很多醬汁去加 對 然後而且它不是這樣單單的烤 它會叫你一些技術 很創意 我覺得這個到花蓮一定很新鮮 而且說真的 你們那個在台北都算新鮮 對 更何況到花蓮 花蓮整個就每天就是 爆滿 對 那不得了 他們可是吸睛裡面來講算是熟腦 熟腦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牌子 哇 第一個就蓋上 麵界的香奈兒 我們先看它的戰績 哎呦 請看 哎呦 號稱麵店香奈兒的驚人銷售 讓藝人全下傻了 麵店招牌知名度全因趙哥的光顧 很少吃麵 很清爽欸 剛剛那個趙哥有說我們那個 單日業績破百萬有名人下傻 那個 哇 真的 趙哥一句話 單日就會讓我們破 現在做節目是 哎呦我的媽啊 單日銷售 哇 單日 什麼 有看到單日 單日銷售破百萬 單日也破七百萬耶 哇 太可愛了 這個做兩年運作下去就可以上市了吧 對 你是開業店的是不是 他是開鋼管秀的 對 他這個業績非常厲害耶 做麵的來講可以破百萬 對啊 那一定要賣幾百萬幾千萬 哇賽 那單月破七百耶 有做餐廳就知道 這很難耶 這非常難 非常難 單日銷售破百萬 你單月破百萬就已經很難了 對 來 我們就歡迎我們的老闆 年輕喔 帥帥帥帥 帥 這麼年輕 老闆叫做 Chris Chris今年 哇 哇 不是 我覺得他們這種七八年級的很欠揍 因為每一次問他們說 請問你幾歲 我是幾年次 然後我就在旁邊算 欸 我們年紀大就很累 28 28 不到30歲喔 結婚了沒有 還沒還沒 哇賽 有退位以後你會變黃金單身害 真的 當初我們先介紹一下你們主要的商品是 炸醬麵 炸醬麵 對炸醬麵 我們在網路上面做炸醬麵 是單一產品嗎 目前現在有炸醬麵還有番茄肉末麵 都是主要是我們奶奶傳下來的一些手藝 唉唷 對 我們我們先來吃吃看產品好不好 好 要趁熱菜 來 來 那就不囉嗦了 先報告 還好我剛剛沒有課便當 對 我現在還沒吃 來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 這個你 這個要 背感壓力 是 我們趙哥可是我跟你講 非常會做菜 是 是不是趙哥 好說啦 不過他這家麵喔 我是吃過 我們來這邊 對 什麼什麼 麵喔 說實在能夠 因為他這家麵我是真的吃過 你吃過 有台的節目有吃過 所以我知道他這家麵 有下功夫去做過 哇塞 而且他東西的食材喔 基本上不會太 太喧嘩就是說 好看 不好吃 不會 他其實 涼的時候入口喔 味道也真的不一樣 而且最主要他的醬料 跟他的麵的這個克數呢 幾克的話 他拌起來是剛好很均勻 沒錯 不會醬料特別多 這非常重要 不然會過鹹 而且他放一陣子還不會黏住 而且 有沒有 有辣 這個有辣 我們今天準備兩款 一款是我們傳統的炸醬麵 另外一款是我們新的產品 辣炸醬 對 對 而且我很少吃麵 可是好清爽耶 剛剛那個 趙哥有說我們那個 單日業績破百萬 有名人夾行 那個名人就是趙哥 哇 真的真的真的 趙哥一出發 單日就讓我們破獎 你現在做節目這麼危險喔 哈哈 如果你殺節目 他還在拿五十萬給我 哈哈哈哈 真的那天大概是 每五秒鐘大概就賣出一包麵 哇 哇 所以晚上啊 來上一晚當宵夜吃非常好吃 不會太多 像買我的那個散散雞 如果說你一個人買三斤半的雞 回去吃吃不完的話 有剩下的雞肉 那個雞肉不要丟掉 把它剝絲之後 拌這個乾麵 哇 太好的行銷了 對 對 他後面也可以配一個甜點 太棒了 對 一定要 其實燒炒片 絕妹 不好意思喔 中間還可以加一下 多媽媽滷味 對 對 大家趕快炒一下 對 吃辣椒醬 好吃完之後太嗨 可以去十八玩一下 等一下我一定要說 上一次我給我國外的朋友吃 呃 小湯哥 呃 婚禮送的那個 對 大家說超好吃 他們還帶回美國 哇 哇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耶 嗯 我跟你講我不會騙人的 東西好吃我就會講好吃 東西如果說真的不好吃 我就會說 欸賣相什麼 一包八十塊 多半都是在宅配 多半都是宅配 目前都是宅配路線 可是當初怎麼敢這樣去做 就是 我們說炸醬麵很少人 會去做網購 對 這是蠻厲害的 是因為 我們當時在想這個產品的時候 就是想說 一開始沒有把它當作產品來思考 是我弟弟他的主管吃到說 欸這個家 你們家的雜醬很棒 然後我們想 花錢買 而且我覺得說 花錢買一個我們家 平常在吃的東西就很特別 因為 一般人講好吃的東西 他可能好好好 就講個客套話 他竟然花錢買 這個應該可以把它 拿來做商品 好好吃喔 而且我跟你講他厲害了 客人不滿意馬上 包退包換 我們也是一定有 這個客服會非常重要 因為網路的這一塊 你得罪一個完蛋了 對 就是 他真的是把你講到臭掉 而且他有一個 有一個專門在幹狗的網站 真的 我就不再幫他做行銷了 他真的是一點點 他就交流完 但是我覺得 就好像那種 我們藝人也有那種專門的報導 我們藝人就是講負面 不管你只要他就講負面 沒錯 然後網路上也有這種網站 很可怕 客人要再來一碗嗎 客人 再來碗麵拿很好 喂 好的 你們大概準備多少資金去投入這樣 最早開始是準備250萬 OK 那一開始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們就剛出社會沒有很久 所以想說是不是 另外再找幾個股東一起 比較有經驗的長輩 然後他們一人丟50萬 然後我們是用貸款的方式去做 那請問一下裡面最困難的 最困難的我覺得是 知名度的打開 一開始沒有人知道你是誰的時候 對 你賣80塊根本沒有人會接受 因為一般人都賣二三十塊 這是也有人賣八塊的 那你賣八十塊差十倍 那人家會想說差在哪裡 剛剛講到知名度打開很難嘛 那你們知名度打開正是因為趙哥對不對 對 趙哥你去改名字叫徐正 你改名字叫徐正行 他剛才叫雙人趙不是比較好 哈哈哈哈 兩個人照理 兩個人照理 三人就照理 不是 其實那節目的氛圍 然後他的公司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厲害 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們之後產品直接上去 我們也沒有人上去 那趙哥我們也不認識 很棒很棒 其實我覺得趙 因為趙哥他自己 自己也出過書 他做菜非常厲害 他也吃遍大江南北 他嘴焦得很 他說好吃這個東西絕對不會差 謝謝 我這樣講沒錯 謝謝上這個節目 我們很擔心 因為趙哥嘴出雲的屌 我們講如果上去他被講難吃 我們就忘了 對 就沒想到哇效果大 真的真的真的 這個真的很厲害喔 好來掌聲鼓勵 謝謝 好棒喔 好棒喔 人心有威 還有更厲害的喔 第二位吸睛手腦 又來 我的肉乾好吃喔 你們節目為什麼又用那麼好吃 為什麼每次提示到講這種 你知道 對啊 平常很乾脆 這是海瑟夫的產品 戰機 肉乾有這麼濕 真的嗎 哇塞 動不動都是百萬 單日或百萬 單月或八百萬 天啊 肉乾耶 肉乾耶 肉乾而已耶 我可以為你們這每一位 在我店裡每天準備一個包廂 你們來的 對啊 你們那個來消費還得了啊 對不對 我覺得以remating現在的空間 足以做成一個中央廚房 真的真的 對 來 歡迎這一位 我們的肉乾王 對 肉乾王 你好 你好 軟筒 軟筒 嫩美 軟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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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家族本身就在做肉餅皮吧 哦 它只是一個副產品 因為我們以前是做業務 會拿去送你覺得很好 但是沒有自己的品牌 然後台灣的肉乾 你常看到菜市場都是用手抓 去秤重 對 那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讓它更高 更有質感 然後你就 哦 這個肉乾或者你的炸麵 哦 這個東西是我們吃它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個 心情的 對 不是像以前啊 拿來吃完也隨便的啊 很好吃啊隨便的 要先尊重自己的產品 來來來我們看看你們的肉乾 有這麼多 來來來 真的有juicy嗎 好棒喔 真的好濕喔 喂 是真的很濕 真的很濕啊 一般肉乾哪裡會 真的 沒有真的很好濕 超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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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光把它撕開有沒有 真的好吃 那個手就已經都是肉汁了 對 好多水啊 爆漿 好多水 我怎麼講話都變這樣 滿出來了 滿出來了 對 超好吃的 對 為什麼大肉乾都不做這樣 這樣我們就不會覺得 好乾喔 好浪費 你沒有帶啤酒來啊 沒有 沒有 我吃啤酒來 我的夜店可以浸一下這個啦 真的嗎 夜店浸這個 好乾喔好像豆乾喔 對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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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款是油油亮亮的啦 這款是因為客人說 常常講錯要買肉乾 說成要買豆乾 所以我們就乾脆做一款 像豆乾的肉乾 唉唷 我以為它很硬耶 好好吃 唉唷 這以前我記得小時候是一片很薄一點 很薄 薄的話它沒有辦法含水 對 它做厚一點它肉汁的含量可以高 吃起來就會補一點 注意喔你看喔 它這麼厚可是很好有 對 剛才想說它一定很硬 對 對 可是這樣不會很難做嗎 你們宅男會想吃嗎 不會是嗎 好沒關係 不會喔 還有筷子 筷子肉乾 筷子肉乾 吃這種豆乾都覺得OK OK 不會難咬喔 當初投資多少錢 當初大概 兩百萬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對 早就回本了喔 對 哇 對 那現在來講 就是在你整個創業來講 當然你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東西 其實你們家本身就做肉 所以你對肉類很了解 對 可是問題是你們對做菜跟滷肉乾 你們不了解 但是你們怎麼又可以想出說你們的肉乾喔 能夠這麼含水量這麼重 應該這麼說 家族本身就會做肉乾這個東西 那對肉又很了解 但是我們 我們是外行人 所以啊 我們外行人就不會被有做三四十年經驗 肉乾的思維去 有個包袱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它的想像可以很寬廣 就是可以在另外的 其他業界我可能從乾麵 我可能從燒肉的裡面去獲取說 肉乾怎麼做才能又獨特又好吃 因為在這個市場 你沒有差異性 其實消費者 你就會輪成價格的競爭 或者說就進入那個潮流 就不見了 對不對 沒辦法凸顯自己 但是我們會去找 跟肉乾還是有最大的關係 因為傳統肉乾叫肉乾 但是它就是做成乾的為了保存 但是如果你把它恢復水分 它的它的口味 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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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很絲喔 而且它英文叫Rosie 你問一下結婚了沒 還沒 又來一個黃生乾的看 沒有說乾哥啊 沒有說乾哥 OK的 我們是一人分家嗎 對 這個肉乾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家 我們就聯合 很厲害耶 真的是 這個東西以前我們對肉乾 這個東西來講還是有一點 潔性的之後才去吃 對 可是這樣你們這樣子一創 創業之後變成說我平常在家 給你們宅配 你們也是宅配嗎 我們也是宅配 我們主要都是從網路做起來 OK 因為我們採接單生產 因為我們保存只能30天 這樣才新鮮 然後就是接單 客人都是買到新鮮剛做 這個也是 我們做食品都會這樣子 一定是接到單 發給工廠出貨 因為你要確保你的食材 所有東西是新鮮 客人吃到是新鮮 不然一下就掛掉 我們現在比如 我給你訂 我知道多久的事情可以拿到 現在大概兩個禮拜 以前大概三四個月 我以前 我以前也最多的時候 是訂一隻雞 等到41天 但是慢慢慢慢開始要 所以你們現在接單就是接到 快快扶雞蛋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每一天有那個限量 它有一定的量 因為你的工廠速度沒有辦法那麼快 你整個會亂掉 所以我就說沒有辦法 而且我發覺都網路 深入到網路這塊 我發現消費者滿妙的 你太快拿到 他們還覺得說 太緊張了 他們都願意等 這樣是吧 他們有點想等 感覺上 但是越來越 越來越不想等了 有一種跡象越來越不想等 媽 你接到單以後 先出國玩一趟 我還在做 你也要耍這個 可以耶 沒有耍 我們真的要為你們兩位 真的 太棒了 現在很多年輕人 每天在家裡面 就在那邊哭 我找不到工作 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要我 然後每天就吃爸媽媽媽 喝爸媽媽媽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藉口 對 你看他們兩位 對不對 自己腦筋一動 一做 多麼成功 真的嗎 真的厲害 太棒了 好了 好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 進敵了 哇 這個聽說是 我不會 創意糟惹 戰機 這個秀琴看就 哇賽 我現在不敢看了 秀琴就看到 我跟你講 你應該要朝這方面去 前進 OK 五大品牌 27家分店 哇 這個太厲害了 欸太棒了 哇可以看到27家分店 欸他是我可以合作的對象 好像每一個都是 我們等一下出來 接下來是交通警察 欸 我可以合作 來我們歡迎這一位 稍豆大王 哇 帥帥帥帥 欸 你好你好 廖經理 所謂的五大品牌是什麼意思 我們那個旗下有五種品牌 就是五種不同名字的燒肉店 對 有依據燒肉的特性 什麼意思 有分那個串燒 丹頂式的串燒 還有 吃到飽的串 吃到飽的燒肉 是 然後還有火鍋 火鍋 對 這才三種 特餐鍋 還有石板 還有石板 石板燒肉還有麻辣多 對 總共是五種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這些人 你看 太賺錢了有沒有 都忘記自己有多少點 然後總共有27家分店是在 全省嗎還是在 對目前是全省 那因為今年才從那個台中跟高雄 才發展下去 是 是 OK 我跟你說 那在今天的話訪問的最近30天 因為花蓮開了 是不是 太棒 很棒 那請問您是經理 我是整個行銷的經理 OK 那這個當初怎麼開始啟動了 我們是跟一群朋友大概六個人 然後我們老闆是廚師 那最開始我們從那個農安 那個農安街那地方開始發展 農安街 對 然後老闆就是一個人開始努力 然後找了這些朋友一起在資金上的一些幫助 然後加上他對於食材上有熱情 然後大家就發揮專長 有些朋友是做設計 那些朋友做音樂 像我是本身是對音樂有一些信號 你們需要做久的嗎 你需要弄髮型嗎 喂 創業多久 大概到現在大概是7年的時間 7年開30家 平均一年開5家 可是問為什麼就是說 從一個燒肉會變成什麼麻辣鍋 鍋 這其實是兩個世界 因為其實我們老闆最早之前有個夢想 他想要開一間類似 很像食品的那種餐廳的百貨公司 一層就賣一種 然後他慢慢的實現他的願望這樣子 一個品牌一個品牌慢慢出來 是是是以後就是 將來我們就可以再看到一棟大樓 然後裡面都是他們的 對 希望 對 然後那個大樓的外面 全部都在賣斬斬機 歡迎 歡迎 你怎樣 那也是蠻棒的 味道來的 好香喔 好熟悉喔 趙正平 你在做節目 你好像在路邊拍 已經在路邊拍了 五分鐘了 而且趙哥你真的是人 他明明又給你快食 你應該拿這個去 我怎麼吃啊 我怎麼吃 大家可以一起吃 來 大家來嘗嘗看 來 現在吃燒肉很流行 教學式的燒烤 對 為什麼要走這一 這不是更累了嗎 因為基本上我們覺得是 我們是以人為出發點 因為教學的時候 有時候你教得好 有時候教得壞 都有不同的效果會出現 就跟食材的精采度一樣 是 你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好嫩喔 不要再講話了 不要再講話了 不是我們在推廣 我們在推廣 其實我要講一下喔 我的燒肉店其實 其實 那個 就是這一家店 始祖 難怪 對 發哥喔 就是發哥 發哥就自己人了 發哥自己人 做什麼五個品牌什麼的 那邊在農安街淇淋路 還跟他喝兩杯 你應該一走出來就是 我是發哥的人 OK 了解 對 你知道我們真的是看到 他的那個 他們的創意真的很棒 然後所以我們一吃過 就覺得這個一定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在大直那邊開一家店 有多厲害 大得要命 有復古懷舊 對啊 在地下室一進去 哇好像一個城鎮在裡面 對 老台灣的感覺 他的夢想 對 這太厲害了 那我們發哥還是希望是 在吃餐飲的過程當中 能夠每一個觸感都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我們在有一些烤肉的餐廳 我們還是有DJ 那我相信 康哥應該被DJ 對 我們的DJ跟一般的夜店DJ不一樣 有點介於 夜店DJ跟那個電台DJ的感覺 是是是 有 他們最近有一家店 有一家分店就是 有DJ 然後我們一去吃飯喔 真的很誇張 他直接 去download我那個歌唱比賽 的那個歌曲 然後說我們歡迎 林秀琴來到現場 就放了我的歌 我想說客人會跑掉吧 不是 我上次去喔 然後就 就就是先放 因為我跟康康去嘛 就放康康的歌啊 放到最後 跑來跟我 康哥對不起我幹嘛 我實在找不到你的歌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找到我才尷尬 對不對 來 OK 好棒 來 先請坐 好吃 好吃 今天就厲害了 三位可以說都是吸睛大網 而且產品都非常有質感 做得非常好 其實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想法跟人家 比人家更前進 比人家更新 就像我們那時候開夜店的時候 就剛開始做的時候 是做一些人家不敢相信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說 坐在仁愛路跟建國北路 對對對 建國南路口 人家說那邊有人嗎 對對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的裝潢 跟我們做的方式跟人家不同 所以人家就 其實現在的人是希望新鮮的東西 對對 不管做什麼都要新 都要 當然質感最重要 現在就是說 你們就是剛開始創業 所謂的知名度 除了上電視之外 你們覺得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最快的方式應該是 我們都是用 部落客的方式去形象 請部落客他們去試吃 開箱文 對 那麼人家上去搜尋 我們然後雙人群一搜尋 或是打炸醬麵一搜尋 都是你的東西挑出來 然後都是好吃的評價的話 然後後面累積起來 那樣就越來越有信心 也許他第一次看他沒有信心 也許他是覺得說 這是不知道是幹嘛的 看了十篇二十篇 大家都在講這家好 你就會心動 對 然後也許這時候剛好媒體來找你報道 趙哥一句話 啵 就兩句話 趙哥 趙哥又開廟了 趙哥要口出什麼驚人之語 讓全場笑翻 趙哥抱怨沒收代言費 卻遭眾人吐槽 我一直學氣管出來 在行銷方面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做這個品牌 但是我們要用最低的 哈哈 哎呦我的媽啊 不要這樣講不要這樣 東西好吃了 我們就真的給他多稱讚一點 不好吃我們也是沒辦法 那部落客要花錢嗎 我們都找不花錢 我們在行銷的預算上面控制非常非常低 我那天幫他講完 我也沒拿到錢 我就拿一盒麵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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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抱怨嗎 沒有沒有還好 還是在勒索 等一下等一下 那一盒麵你就這樣丟掉 你沒有十萬耶 沒有十萬耶 沒有十萬 沒有十萬 我們都要給 我們都是扔下面的 沒有拿回家吃啦 你會不會最近有一個收垃圾 每天在你家等 大哥怎麼還不丟垃圾 哇塞 OK 那你們的肉乾 從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做差異性 因為做吃的東西 應該是說每一個人做出來的東西都好吃 但是如果你真正做 吃好吃是必備 但是你要差異性 那差異性的方式去找尋 就是我們把它讓多一些話題性 譬如說像我們的筷子跟口袋 那像筷子肉乾的話 是我們台灣算少數肉乾 我們把文化 我們中華飲食的文化跟食品去做接 那他的話題性就相當多 像這個啊 這個我們在哪裡看過 在美國 它是一整根的 對 可是這個很不方便 對 太長 就很長一根 很硬 後來就一直拿去都人家 美國的才是乾 美國那個是幾乎 你吃的時候 先含個大概十分鐘 對 含半天 好不容易才可以咬 真的不好吃 那是給狗吃的嗎 可能我英文不好 你知道嗎 他才錯 可是問題是 你差異性出來 你要讓大家怎麼樣知道 跟各位報告 最簡單的方法 參加政府的比賽 哦 這個 看我們得過很多政府的獎項 包括現在拿的這支筷子 我們得到經濟部商業師的幸福小物 他可以結婚的時候放在婚宴上面 伴手禮 伴手禮 因為我們傳統 幹嘛現在才認識你 我經過了 媽媽的也很好吃啊 對啊 但是再多一點 大家那些可能你知道 對 你們可以用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好 而且政府還會表揚你 對 政府 而且又不用花錢 你只要經過你的努力 讓政府認證之後得獎 政府還會幫你push 政府好好 而且你看 他去比賽 同樣也是給自己一個證明 對 我的質量是好 然後 之外 有一些獎項還有獎金 厲害 太好了 那請問一下 發哥你們這個 你們在瞭解你 你們在做發哥這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們是個店面 是 你們當初怎麼樣去形象 因為說真的你們那個更難 台北市有這麼多燒肉 對不對 大家憑什麼要把注意力在你們的身上 因為最早之前 我們還是比較偷銜的東西 還是一口碑的東西 當然 因為在教學過程當中 有些會說好吃 有些說不好吃 那在網路上就產生很多的討論 兩極化 那從這個部分開始慢慢的去建立 這個討論是你們自己自己去去push嗎 因為就 快快快這個給他弄不好吃快點 他回去會罵 那個給他弄好吃 他慢慢打起來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網站上面 其實就有很多人會上去貼說他們吃的心得 那好愉快我們都接受 那因為是在這五種品牌的話 會依照品牌的特性去做一些網路上的活動 比如說像剛剛秀琴姐所說的那個 有一間客棧嘛 然後那裡面的話 就是復古的會找一些像cosplay 他在那邊辦活動這樣 這招是做的也有用 對啊像我們像我們夏日 我們就會做那個啊 比基尼啊 然後或者是夾腳拖 人字拖進來 所以說 所以說你老公現在就穿在比基尼夾 做客人 好客人 客人 客人 難怪三次夾克力說 就花了也要買特基尼 對 男生就穿吊糕或海灘褲 這樣就做這樣子的一個 觸銷 觸銷 而且你會不會太過分 你還要求快遞保持微笑 對啊 他很累 他騎摩托車要這樣 沒有 所以我們來配的都是說 電話接單或網路接單嘛 其實我們跟客戶之間接觸 不會有面對面的時候 那唯一他可能碰到我們這個 品牌的那一個人 可能就是幫我們送過那個 宅配的 所以我們會在箱子上面 特別有個標語說 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客戶 所以請他幫我再送給他的時候 保持微笑 小動作 我覺得這個 我們也真的很貼心 出了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找人最快 就是 因為 人事真的很難 有一些連跟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就說 我們這個服務很重要 然後我們說你會多微笑嗎 他說 對吧 然後我說 那你上一個工作 為什麼離開 他說 我覺得好累喔 然後我就說 我們這邊也蠻忙的耶 會 他說還好吧 就這樣 我在想 連跟我面試也都沒有 我最討厭年輕人講什麼 你知道 你上一個工作為什麼離開 我想休息一下 你休息什麼東西啊 你休息 我們累得跟狗一樣都沒有想要休息一下 我要先 我要沉店 你沉什麼店啊你 對 奇怪的這些人你知道 很難找 對 但是你店裡面的所有的設計 文宣都你一人包辦 對 一開始就連網站 什麼平面的設計 DMMenu 就連研發烤餅乾 開門打烊 都是我跟我合格人做 那我們真的第一年出了很多身體健康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還是 秘方包在我們自己手上 可是有一塊烘焙的部分 交給人家做 對 因為我們這樣才能發展 小馬你們那個閃轉機取這個名字 是 是有策略策略 策略 其實那個 因為湯阿貝你上網路上面的話 最主要就是你排行的關鍵字嘛 那如果你打湯阿貝可能上萬家了吧 上萬家 可能到處都有湯阿貝 湯阿貝 因為網路已經實行在台灣已經蠻多年的時間 而且現在已經到了 越來越見成熟的時候 是 所以我們當時在取一個關鍵字 想說我們要讓它 從它的色澤 然後去想一個未來長久性的一個名字 是 後來想到閃轉機是因為 其實真正不是在那個機 真的是在那個Diamond 因為後來我們可能會有閃轉豬 閃轉牛 閃轉什麼什麼 就是品牌的名稱出來 那我們做行銷 所以我們當時在規劃這個時候 決定用這個名字 是因為第一點 跳脫了所有的關鍵字 第一個 你打到閃轉機 第三個字就是我們 所以說如果我們一般創業 比如說我賣豆干 我寫 不要臉下油豆干 搞不好中喔 搞不好大中喔 搞不好大中 因為 因為現在很多的手法是比較跳脫的 但是你還是要往常遠看 因為 你當然希望有質感 有國際性的感官 你也不要想說你取一個很怪的 然後到後來你走了一半的時候 就變得走不下去 或是你沒有辦法在產品線開發 像這個我們家那個做滷味 就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 因為性驼的已經夠 對 沒有錯沒有錯 那你就弄一個驼媽媽嘛 對 反正喔 這大概就是他們的 可是應該還是會有很多人 驼跟喜搞不清楚 就打去喜媽媽媽 喜媽媽怎麼沒有喜媽媽 然後那個喜媽媽很累 我沒有賣滷味啊 被喜賣你他媽的 我沒有賣 對 氣了 OK 來我請問一下 就是現在 我們這三位老闆 他們如果要招募員工 好 我們現在開放 想去他那邊坐的請舉手 首先是這一位 Chris 想坐的請舉手 我們馬上要面試喔 是我們嗎 誰 一家 真的嗎 一家 好 一家你到這邊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說 你最近看的一本書是什麼 對 多小 賣面跟看書也有 對你要回答 最近看了一本 謝震武律師的說出好人員 喔 那你為什麼會想看這一本 因為我覺得跟人溝通 其實說話很重要 所以 謝震武律師他是一個典範 是 所以想知道他的經驗是怎麼樣 從當中學習一些 那本書第三頁第六個字是什麼 逗點 好逗點 大家都知道這個老闆最可怕 我覺得想了解人跟人溝通 怎麼樣是比較好的方式 是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我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這樣一開始問你 賣面跟看書有什麼關係 對啊 其實我們其實在最主要是說 你閉了業 離開學校之後 你還會被 看書絕對是學習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如果說你閉了業之後 你還願意去看書 不管是哪方面的書 那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積極學習的一個態度 因為我們是小公司 我們不可能像大公司一樣 什麼事情都會有一個準則 告訴你該怎麼做 很多時候你必須自己去找出一條解決方法 所以說 你必須要有自己學習的能力 去解決那個問題 員工們聽到了沒有 謝謝 好 謝謝 來 歡迎第二位 想去我們軟哥那邊工作的請舉手 他就不敢面試了 唉唷 陳生來 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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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生啊 先帶來一首 把背包留給陳生 來 軟哥 請問你會問他 我們公司會需要加班 如果沒有加班費 你會不會來 沒有加班費 可以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反正工作就是一個 人的生活中一個態度 態度很重 好 被錄取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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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加班費 老闆可能 但是我要做喔 真的 我們公司啊 如果是屬於勞動性質的 我們的加班費 是按照勞基法1.33 1.66 陳生 我以為我們的理想 你可以不要拿薪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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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你被錄取 這樣也錄 謝謝 好 接下來 哇 這邱道宇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我從來沒有主持這個節目 真的不專心 我一直在注意他下一個好名 下一個好名 而且好香喔 這邱道宇去皮去骨耶 欸 你太過分了 您知道我用手拿 哈哈 來第三位來 而且發哥那邊工作 你害羞什麼呢 你是有喝的 臉紅亮 哈哈 有喝的 來我們請那個廖經理為我們來 你如果說吃到牛肉花的時候 你能夠想起什麼歌 發呆你的工作就掰啦 下次準備好再來 好 今天我們三位呢 都非常成功 那現在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投票 就是最想馬上跟他合股 然後分一份好處 然後呢 可以分一份嗎 得到很多金錢的人 哈哈 請把票投給 你的票投給他 誰會是最想跟他分杯羹的老闆呢 哈哈 哎呦我的媽啊 預備 開始 緊張啦 經過一陣廝殺後 到底誰會成為最想跟他分杯羹的老闆呢 軟哥 軟哥今天大家最多人選你 選軟哥的請舉手 艾比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他沒結婚 而且兩個人都穿粉紅色的 哎呦我的媽呀 你請你裝 粉紅色的是 為什麼 因為我是很喜歡他的想法 然後他 他是很有創意的 他把一個很 原本的 就是原本有這個東西的概念 可是他 一百遍了 然後也是 很有創意 對也是帶一個新的 新的質感 一個新的創意 不過其實廖經理沒有被投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滿聰明的 因為全世界已經有三人家 怎麼可以分你一杯羹啊 你太大了 我投了 太大了 我投了 因為我剛好是 我本來是 就是說其實我們三個是做網路的 他做實體店面的 我是本來是我希望我的虛擬 結合實體 所以他未來他的店 可能是我可以放的存取點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機放那邊 然後客人去他那邊直接去拿貨 哇賽 我覺得這樣的話是一個合作 合作模式 因為我這樣的話我不用去展店 展店交給你們 我負責做好我行交跟網路的虛擬 嗯 OK 那趙哥就選 第一次遇到他 嗯 然後他今天的東西跟我之前 吃的東西的口味 幾乎沒有任何 改變 差異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他這個品質 一直有在維持 我跟你講今天真的十萬塊塞麵 講成這樣好不好 我們請趙哥來頒獎 頒獎 今天送這就厲害了 好 好 哇 趙哥 這是你的公仔欸 趙哥 好 趙哥的公仔好酷喔 就是 就 前幾年啦 就是全全世界 現在包括也一樣 就是大家好像認為這個時機不好 可是我跟你講 時機不好有時機不好賺錢的方式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有想法 你一定賺到錢 記住不要再抱怨 好不好 不要再抱怨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